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先看看習主席發狠話 告誡搞台獨沒有好下場 再說說中美關係到底是和還是鬥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週年 紀念大會10月9日上午10點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 中共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會主席 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了重要講話 習主席的講話最引人關注的是 對台灣問題的最新研判 這個當中也和環球格局的重整相關 習主席說,辛亥革命110年來的歷史啟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不僅需要安定團結的國內環境 而且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 孫中山先生曾經說過 中國如果強盛起來 中國不僅要恢復民族地位 還要對世界負一個大責任 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 清亡清霸的基因 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發展得好 也希望各國人民能夠擁有幸福安寧的生活 他又說,新的徵程上 中國始終都是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 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加強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 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系強權政治 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 全球發展的貢獻者 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貢獻 在說完中國在國際上發揮的作用 習主席就說到台灣問題 他引述孫中山先生說過 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 能夠統一 全國人民就享福 不能夠統一就會受害 習主席認為台灣問題是因為民族若亂而產生的 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解決 這是中華民族歷史演進大勢所決定的 更加是全體中華而內的共同意志 就像孫中山先生所說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蕩 順之則昌亦之則亡 習主席強調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 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北京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兩岸同胞都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一 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 習主席同時都指出 中華民族具有反對分裂維護統一的光榮傳統 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障礙 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凡是數點亡祖、背叛祖國、分裂國家的人 從來都沒有好下場 必將會遭到人民的瘸氣和歷史的審判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的內政 不容任何外來干涉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 國家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 也都一定能夠實現 我覺得習主席的這段有關台灣問題的講話 可以是在總結了過去一段時間 和美國多番較量之下得出來的最新研判 另外明天是雙十 蔡英文會講話 習主席是預先警告蔡英文 也都和美國講清楚底線 第一,台灣問題是民族約亂而產生的 隨著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到民族復興的新征途 必須要解決了 而台獨分裂不單是國家統一的障礙 而且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這是北京首次這樣高度研判台獨對中國之害的 即是要實現民族復興 就要壓制台獨 第二,北京仍然努力爭取和平統一 第一,台灣的民眾要作出選擇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台灣當局回到九二共識 還是有空間 第三,能否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是互動的過程 如果堅持台獨就沒有好下場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 是要和美國講清楚中國的底線 不要誤判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決心 就在習主席講話的前夕 中美關係是有少少降溫的 主要是美國需要中國在貿易議題上合作 中國當然也要講清楚台灣這個核心關切 副總理劉鶴和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在九日清晨進行了視像通話 新華社報道形容雙方的交流 務實、坦誠和有建設性 雙方同意本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 繼續溝通 為兩國的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和世界經濟復甦創造良好的條件 雙方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就是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和世界非常重要 應該加強雙邊經貿往來和合作 第二,雙方就中美經貿協議的實施情況交換了意見 第三,是雙方表達了各自的核心關切 同意通過協商解決彼此合理的關切 中方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進行了交涉 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等問題說明了立場 雙方同意本住、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態度繼續溝通 為兩國的經貿關係健康發展 和世界經濟復甦創造良好的條件 而美方公布的消息來看,還算是正面的 彭博社報導,根據白宮對會議的描述 他們同意雙方就某些懸疑未決的問題進行磋商 此外,戴琪強調美國對中國政府主導的 非市場政策和做法的擔憂 這些政策和做法損害了美國工人、農民和企業 從雙方的公布,兩人談了兩國貿易問題的大原則 也有各自想要的東西 美國要求中方履行前的協議買多些美國貨 停止補貼國內的企業和要求人民幣貶值 幫美國控制通脹 而中方便要求全面減關稅 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在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 就說得更清楚 對於華府指中方沒有全面落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秦剛就強調中方一向都是眾信手落 即使是面對疫情的嚴重困難 仍然穩步地推進落實協議 反觀美方對中國的企業和兩國經貿交往和投資合作 施制了重重的阻力和限制 秦剛補充說 目前有900多間中國企業被美方列入各類實體清單 美方越來越多利用所謂國家安全的藉口打壓中國企業 中美關係的不確定性並非來自中方 美方動作就施壓對抗、限制打壓、註定是行不通的 而且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他形容雙方可以將各自關切的議題放到談判卓上來談 但美方應該秉持、務實和真誠的態度 從秦剛的回應 即是說中方願意履行協議、購買美國貨 但平等、互相尊重下 美方都要撤銷對中國企業的打壓 才可以買多些貨 除了經貿、氣候變化這些議題上 中美可以有得談之外 我就覺得其他議題上 美方仍然會咬著中國不放 例如美國雖然不再說對抗 但仍然強調中美會出現激烈的競爭 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謝爾曼 7日剛剛結束對印度的訪問 由馬不停提去了巴基斯坦 果然不出所料 中國再次成為他這次出訪的主角 謝爾曼說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很明確 美國已經做好了和中國激烈競爭的準備 而另一方面 CIA又設立中國任務中心等等 這些官員的公開表態都顯示 美國不會放棄壓制中國發展 主美大使秦剛接受訪問的時候 亦都不忘諷刺CIA 他說沒有多久之前 拜登總統和習主席通話的時候說過 美中兩國應該避免誤解誤判和意外衝突 將中國作為21世紀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威脅 就是最嚴重的誤解誤判 拜登總統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時候也表示過 美國不尋求搞新冷戰 好像007這樣的冷戰劇本 都是留給荷里活拍拍大片賺票房吧 美方有些人總是沉浸式地自編自導 假氣真造 總是說自己是尖士邦 陷入這樣的內卷不能自拔 累不累的呢? 秦剛說為什麼不來一個傷減一下呢? 中美關係何去何從 最後還是要看美方能否接受中國的發展 不要作出誤判 今日的分享是這麼多 請問一下 請訂閱 我們下午後 請訂閱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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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